随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水平不断发展提高 以及我国汽车市场的不断长大 我国的很多自主汽车品牌都开始了崛起之路 而我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崛起 侵占最多的就是日韩汽车的市场份额 不过即便如此 我国的造舍水平和日韩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尤其是日本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所疑问 原产地在欧洲的汽车 为啥日本抗着它成为霸主 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理解 大家也都知道 世界两次的工业革命都爆发在欧洲 这也导致欧洲在过去的工业水平是领先于世界的 而后来之所以被美国赶超 一来是因为美国人本就大多是欧洲移民 二来是因为二战期间美国大发战争财 战后一月成为世界霸主 而后来的日本则是由美国一手扶持发展过来的 美国的扶持奠定了日本工业制造水平坚实的基础 而导致日本造车水平如此之高的另一大原因 就是日本的管理理念 日本的管理理念相必大家就算不知道具体有哪些先进 优秀的内容 但是肯定都听说过 举例来说 日本的管理理念非常注重以下两点 一对于品质的管扣 这一点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不仅是车 日本造的很多东西质量都优于国产 二组织创新能力 这一点也是日本经济能够在二战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运用于造车上则大大提高了造车水平 不仅是产品的创新 更是工业制造方法及流程的创新 明镜需要您的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